下面 聂劳引用法华经 家乡大师的书 那他说 有人也 通取一切戒为凡写 别名断淫为凡写 这是家乡法华经书里都说说的 凡写有这两个意思 持戒是凡写 也有人说 特别专门指断淫是凡写 持戒没有断淫不算凡写 故大品乐 盈与张身凡天 何夸菩提 这句话重要 盈与没断 你身欲解天 你去不了世界天 世界叫凡天 欲不断 只能在欲解 欲解六成天里头 没有断盈与 盈与断了 就升凡天 世界天 再上去 五世界天 六道里头 最上面的两层 最上面的两层 世界 五世界 你都没有份了 活宽 菩提 菩提成佛 那怎么能够呢 以上 都是以利于为分心 那这个是佛门里头 特别是小镇 他们所说的 可是还有 还有更深的意思 但 另有深意 比前面一丝神 一阵 涅槃之万恨 为分心 这就够了 如 分心是指谁的 称佛 佛以前 法身菩萨 是分心 四十一位 法身 大四 连教 粗诸一上 三 十报 庄严徒 这是分心 大臣 孝尘 大凡天 就是分心 差别 很大了 大凡天 没有利六道 云初诸菩萨 是神十报 状元徒 不是同居徒 方便徒 不是 是舍宝徒 这个意思高了 所以说是 根本 法轮 大 涅槃 那菩萨 行 就是六度 万行 六度 是六大 纲 铃 每一大 铃 每一个 纲 铃里头 细行 都是 没有 边际的 大臣经上 告诉我们 是善 也道 是善 我的 根本 是善 十三页 展开来 三千尾 阿罗汉 真的 三千尾 一 浓宿 就是十三页 道 十三页 通大小臣 根 我们念佛人 抓住这个根 就行了 七心 动念 也与造主 要跟十善 相应 不能违背 十善 违背 十善 就是十窝 十窝到哪里去了 是我的三土地狱 这不能不知道 为什么会上身 为什么会下肚 关键 都是十善 本经 佛教给我们 是善从哪里修起 口业修起 二 跟一般经上讲的不一样 一般经上都是神 神口意 本经的排列 在第八评里头 我们会读到 第一句 善乎口业 不积他苦 善乎深业 不分威仪 善乎意业 亲间 污染 你看 他是口 深 义 这样排法 用义 很深的 为什么 口业最容易走 最容易犯的 把它摆在地 像这些排列的 顺序 先后 都有很深的意思 我们不能 我们不能轻易看过 所以这个深意 宁深意是要震荡涅槃 法华 家乡说的就是 凡恨之相 凡民涅槃 即根本法轮 大涅槃 那么这是根本法轮 大半涅槃 原教 粗诸以上 正德 正德这个国位 三 是宝图 不时修净土的人 都到华藏世界去了 就是华阴阴 华阴阴的华藏世界 是释迦牟尼佛的 十宝状涅槃 到那边去了 心就是万恨 修这个 到大涅槃了 设身 圆满了 就是万恨 圆满 也就是 大臣菩萨的 大半涅槃 又大日经俗 第十七卷 这是密教的 密宗 这里就说 凡 为 涅槃 跟大臣 经俗的 没有念样 凡行 为 修凡行 这名 修凡行 的人 称为凡行 居 大涅槃 明为凡 居是 居有 居有 大涅槃 这才称为凡 这才称为凡 那么由此刻 真 密宗里头 有大臣 大小臣都有 上面 上面 二经书 借为 到大涅槃之心 为凡行 是 则凡行之身意 不局限于 持戒于 端阴 而已 他的意思 比如神 持戒于 端阴 这是小臣 经院文 约 书甚 凡行 这书甚 两个字 意思和神 念老再次的 给我们解释 书甚 凡行 应当 坚持 而已 大小臣 所说的 通通 包括几种 阿 蜜 陀佛 阿 蜜 陀佛 阿 蜜 陀佛